你昨天看妞妞的时候 余青江也在 你昨天看妞妞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 是要嫁给她的 是 我说过 我不想再隐瞒对她的感情 你变得勇敢多了 我想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勇敢 我应该感谢余青江 是她让我意识到这一点 静怡 有件事我一直没提 因为以你和我之间的关系 提到钱会有点尴尬 什么事呢 之前你说 要到我公司上班 所以我把定金给你了 现在 要么你来上班 要么 请把定金还给我 你放心 定金我会退给你的 你叫我来就是这件事吗 王金 我真的很难过 我以为你是劝我回公司上班 没想到是要钱 你变了 那静怡 这个还给你 这是什么 这是小宝的项链 拉在我家 她怎么会在你那里 二十年前她就不见了 是吗 是吗 我麻烦我握手 拉脚滑胸 一定是姚千千知道这东西是你的 所以给扔掉了 但我觉得 她对你很重要 就打电话叫你出来 怎么会在王金家呢 阿姨 阿姨 是我叶静怡 我有事要问 你还记得小宝走兜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吗 记不大清楚 那么多年了 小宝的项链你还保留着 这个项链是别人给我的 你还记得我那个好朋友姚千千吗 就是经常在我们家住的那个女孩 对对对 是不是那个皮肤有点黑 眼睛大大的那个 对就是她 这女孩啊 从小就归一点子多 我一见到她脑袋都大了 你怎么想起她来了 小宝的项链一直在她那儿 所以我才问您 当时小宝走丢的时候 都有谁在家 真奇了怪了 这项链怎么会在她那儿呢 是 我也觉得很奇怪 找我有事吗 董事会决定 对于你之前泄露公司机密的事情既往不咎了 可以继续回公司上班 但是 不能再做手机设计师了 为什么 这是董事会的意思 他们希望你能带醉离工 希望你理解 可以 去 你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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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分了 恭喜你 怀孕了 你怎么了 你来自这么不好 不要为我担心 我没事 你真没事 今儿的手归我了 我给你麻烦了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握着我的手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丑麻了呢 真的 要不是你 我就会失去自我 你真的觉得我对你那么重要吗 是 你确定 确定 建一 明天我想带你回家见我叔叔 我要当着众人面向你求婚 不会太仓促了吧 我知道你没有心理准备 可是我 不是 对 我答应你 我会和你一起去见我叔叔 你想明白了 为了你 我会逼你勇敢 对 想对了 面熟吧 自从你们此驱落以后呢 我就一直把这个香脸带在身上 四季再送给你 今天实际成熟了嘛 你不会这次再拒绝我了吧 其实上一次 我就很想戴上她 是吗 来 戴上 好了 真漂亮 你是手相恋吗 人 我爱你救命 我爱你 老公 我们谈谈吧 我知道你已经回公司了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能明看着我的眼睛 合作项目会继续签心 我也可以回公司上班了 你还生我的气啊 事情没那么简单的 现在我整天提心吊胆了 就怕你给我惹什么烂了 你不说是什么 宅子 这 我们不会离婚的 我们不会离婚的 我会主情的 你不会却romeo 我怀孕了 你怀孕了 我今天已经查出来 怀孕五个周了 这个孩子一定很爱我们 是吗 为了阻止爸爸妈妈吵架 他来得很及时 是不是 是 是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怀孕了 真的 真的 倩倩 倩倩 真的 真的怀孕了吗 来来来来 真的 我已经在医院检查过了 那不是不是生二胎吧 咱们倩倩是意大利的身份 咱们生 就算是要招罚款 跟你们说 多少钱我来出 倩倩想吃什么 跟妈说 我想吃 想吃鸡菜馅的饺子 走 上超市 对 买什么买啊 我亲自做 为了孩子 我做什么都可以 倩倩啊 这次一定要生个儿子哦 这样好为我们王家 连续香火 对了 王静啊 对 倩倩 赶紧给你爸上纸箱嘛 让他保佑我们的孙子啊 好好好 快去去去去 去去吧 吴姐 能不能不去英国呀 我很早啊 就移民了 现在呀 国内的事啊 都打点的差不多了 可是我欠您的太多了 让我怎么还呢 如果你想还的话 那就大概已经还给我了 您对我的恩情 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静怡 你上次 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帮你吗 其实 在很早以前 我也曾一度陷入人事的地图 可是我 没有勇气 去了断自己的生命 所以 只好苟活 到现在 我失去了爱人 亲人 朋友 甚至于健康 唯一 只有你的父亲帮我当人看的 他给了我那么多恩惠 他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关照我 像一个大寿命儿 为我挡风遮雨 我今天帮你啊 是因为 你是他的女儿 我这也算是 为他爆发之起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要还的话 那好 当你将来 成了著名的设计师以后 送我一件 你设计的 最出色的衣服 好吗 嗯 我一定会的 这个 我一直犹豫 要不要给你 他可以帮你 但也可能会害了你 这是 这里面啊 就是你想要的 你不是问我 手上有没有他们的资料吗 这里面啊 就有王静 毁掉你父亲公司的证据 和一份 背叛你父亲的人员名单 可这些啊 都是通过秘密调查得来的 所以 不能在法庭上作证 我之所以给你 是我认为 你有权利了解事情的真相 看了以后 你自己做决定吧 如果 这里面有背叛我父亲 和帮助王静那些人的名单 那么就能知道 小宝是怎么被陷害的了吧 你弟弟 如果一切反对 当上了董事长的位置 肯定是有原因的 他们是想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小宝头上 他只是啊 替罪杨而已 把开信封前你要算四 里面的东西啊 可以证明你的大胆猜想 都是真实的 老天爷 还是很善待我们的 他让我认识了你 让你认识了我 就是有点晚 要走这儿就好了 走这儿的话 我就可以 一直照顾你 你就不会受那么多的罪了 爸 如果我不看的话 你不会怨我吗 我只想过幸福的时候 这儿就会不会丢不着 他就会被证明了 再来 在老马 那儿 是不是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老公 我会做一个好妈妈的 把我们的孩子抚养长大 好 我上班去了 吃点 吃吃点 坐身上 真好喝嘛 倩倩 今天还上班吗 我今天请假了 跟王姐约好了去医院做检查 对对对 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注意身体 多吃点 今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妈 我看你也吃的不少了 你也怀孕了 哎呀 这个问题很简单 因为我有一颗宽容的心 所以呀 你看我的皮肤浑浑润润的 宽容的心 你那么宽容 怎么会把项链给扔了呢 什么项链呢 别装了 这个家呀 也只有你才能做出那样的事了 你说什么呢 我又没疯 我干嘛弄项链啊 那么贵的东西 许许许许 奶奶 是你捡走了我的项链吗 妈 嗯 那项链后来你怎么处理的 能怎么处理啊 我交给王静了 王静说 那是叶景怡的弟弟叶小宝的 好了 吃饭吧 吃饭吃饭吃饭 王总 我已经核实过了 只要我们拿到银行的贷款 资金就刚好够用 但这个决定太冒险了 冒不冒险是由我来决定的 对不起 没关系 你跟张行长联系一下 我要跟他谈谈 这件心中色事 好 老公 倩倩你怎么来了 我们不是约到你 也好下午医院见面的话 我要去开会了 我在家里待人们的话 就提前出来了 老公 你前两天 是不是在家里面 找到了小宝的项链呢 项链 对 我把他还给叶景怡了 给叶景怡了 怎么了 我跟叶景怡见面 就是为了还项链的 你别误会了 我知道 我相信你 我现在要去开会了 你是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呢 还是我们直接医院见 你去开会吧 我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喂 静怡啊 你要是没想好没关系的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不用了 我会去的 那就今天晚上 呃 你 同意了 我当然要跟你叔叔见一面 不管怎么说 他就像你的家人一样 我答应你 好 那晚上我去见你 嗯 好的 来 什么事儿啊 这么开心 嘿 我开心你都知道 怎么了 这是这个月的调查报告 对了 你晚上有空吗 晚上没事儿啊怎么了 一起回家吃饭了 回家吃饭不用预约吧 呵你这大忙人儿的 预约能行吗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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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是我大神 什么 你想起来了 啊 李婶 我来了 来来来 坐坐坐 你是不是想起了 小宝走丝那天发生的事 嗯 今天哪 我看见我女儿穿着那双鞋 我忽然地就想起来了 小宝走失的那天 你说的那个叫姚 姚姚姚姚 姚姚姚 对就是姚姚姚 当时她在屋子里边 是吗 啊 可是她说她那天 没有去过我们家 我也是在这么想 那天呀 小宝睡醒了以后 非要缠着我 让我带她去钢琴班找你 我把她哄乖了以后 下楼 就看见了姚姚姚那双鞋 这么说 小宝走丝的时候 是跟姚姚姚在一起 对呀 她明明在屋子里边 为什么非要狡辩说她不在呢 她坚持着这么说 我想她是不是我看错了 现在好好地想想啊 那双鞋明明是她的 她为什么要撒谎呢 姚姚姚 你打我干什么 我说了不是我把她弄丢的 就是因为你 小宝的生活才会像现在这样的糟糕 要不是因为你 她会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接受良好的教育 就不会过现在这样的苦日子了 不是我 你不能听到那个大事的一盘虎业 就来指责我 我告诉过你的 我没有看到什么项链 撒谎 还在撒谎 行 就算是当年我和她一起出门 我一个人回来的 就算是她因为那些事情走丢的 那又怎么样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因为你跟我亏下 连你把我父亲气死的事情 我都不再追究了 你还是人吗 即使她因为迷路而回不了家 那也只能说明是一个小男孩五岁的送命 你还打我 你可能还因为当年 没有对小宝履行的承诺 而感觉到痛苦吧 你有什么权利冲我发脾气 那你当年为什么不告诉我 就那么忍心看着我们全家痛苦吗 你 喂 文童 什么事 什么 文童 你慢慢说什么事 小宝怎么了 小宝你要帮我 小宝有很多王 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孩子呀 很神奇吧 以前我怀妞妞的时候 总是担心你离开我 所以根本就没有心情去欣赏 现在看一看 真的很漂亮 对了 这是七周大马 我看不大出来 虽然现在看着很模糊 但是很快就能看出孩子的模样了 王静 有人找 来了吗 你快点 来了 明雨你怎么来了 我有急事跟你说 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叶小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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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死了 叶静怡的弟弟死了 叶小包身体不是挺好的吗 医生说他死于心安麻痹 叶静怡岂不是要疯了 叶小包身体不是挺好的吗 医生说他死于心脏麻痹 你说谁死了 就是艺势集团董事长 走势的儿子 艺小王 艺势集团的儿子 你的消息准确吗 准确 死于心脏麻痹 爸 我当时真的没办法 老公 你在这儿啊 怎么办 小宝的死我很难过 当时我可以支持他 但是我没做到 小宝 当年 我不是有意把你扔下的 我那个时候才七岁 什么都不懂 求你原谅我 我不是有意把你扔下的 我不是有意把你扔下的 我是的 我不是有意把你扔下的 没什么 她就是不再签字 那我们还可以说 她是一个富士纪长的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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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叶晋亦 我们能见个面吗 好 这么晚还突然把我叫过来 有什么事儿吧 上次你说过我们再见面的 我想知道 关于保罗路克的信息 据我所知 保罗路克是意大利的私人投资商 而且是华锦集团的大股东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官方的资料 我需要得到更深入的信息 你为什么 对她那么感兴趣 你不是说 你不想再复仇了吗 我改变主意 为什么 我原本以为 我可以忘记过去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但我错了 我没有想到 他们既然害死小宝 我要替小宝 逃换公道 我需要你的帮助 求求你 帮帮我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全力地帮你 不过什么事都是白败的 我也有一个条件 董事长的条件是什么 我想让你成为我的太太 你愿意吗 我可以帮你 说说新产品的销售情况 我们的产品销量都非常的好 特别是姚倩倩的新设计 在各大卖场几乎销售一功 漂亮 刚上市 销量就这么好 姚倩倩 祝贺你 那要感谢大家 还是没有忘了我这个设计师 我刚从宣传部得到的消息 冰冰想在她的新电影中 穿姚倩倩设计的服装 是吗 那她穿过的衣服 一定都能大卖 这是一种很好的促销手段 非常好 赶快联系这家电影公司 表示我们公司 非常愿意跟他们合作 好的 具体事宜 姚倩倩你去处理 好 张董事 谢谢您 我们的新产品 能在各大卖场畅销 这可多亏了朱利亚呀 对 还有女演员冰冰 非常欣赏朱利亚 希望能在她的电影里 穿朱利亚设计的衣服 好 好 谢谢您 就这样 再见 进来 王总 情况怎么样 我们已经派人买下了朱利亚所有的设计 还要继续吗 就到这时候吧 我们要大幅度的提升销量 不过王总 如果持续太久的话 会影响公司的收益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需要你提醒吗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提升朱利亚的品牌价值 让董事会的人知道我的势头很强劲 是 不过 品友冰冰这件事 做得非常不错 虽然较价高了点 但是 效果很明显 明昀 明昀 让财务总监 把这个账平了吧 好 我先走了 王总 玉金 看你还有什么找 来了 青江啊 阿姨 快 进来吧 静怡呢 她出去了 你在这儿等会儿吧 行 坐吧 我给你倒杯水 好 谢谢阿姨 这样吧 我过一阵就带你和家人见个面 然后呢办一个简单的订婚仪式 要想让我全力地帮你 我觉得这样子我会比较头当 你说吗 我们家要是没有你啊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葬礼也是你帮着给操办的 青江真是谢谢你啊 阿姨你千万别这么说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好 静怡回来了 回来了 来 静怡来 来啊 一起坐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她昨天晚上啊 一晚上都没睡呢 那歇着吧 也好也好 阿姨 我改天再来 走 青江 为了小宝 我不得不这样 岳南 岳南 董事长 引力水来了 哦 好 什么事 余董 我已经查过了 余青江和叶静怡的关系 真的有点不一般呢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嗯 班长 你给那俩小子打个电话 让他们晚上推掉所有的应酬 回来吃饭 有事吗 我准备把我的女朋友接上给他们 好的 静怡啊 嗯 是这样 我想请你晚上到我家来吃饭 不不不 没有别人 就你和我 好 那说定了 我等你 再见 千千啊 慢点 哦 别动了开气 倩倩啊 这些都是好吃的又有营养 你多吃点啊 为了孩子 对对对 哎呀 光多吃有什么用啊 关键是代不说了 这孕妇是不能有压力的 对吧 王剑 对 倩倩是怀孕初期 所以要格外的小心 哎 等等等等等等 倩倩 我什么时候给你压力了 啊 你要是给我生个孙子的话 我以后背着你都行 倩倩啊 你要一直想着是生儿子哦 奶奶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的是弟弟啊 妞妞 以后每次你摸着妈妈的肚子的时候 你就要不断地说给我生弟弟 给我生弟弟 听见没有 可是我不想要个弟弟 我想要个妹妹 每天都陪我玩娃娃 哎呦 妞妞 千万别乱说 要生个男孩了 才能跟咱们王家延续香火 妈 都什么时代啊 生男生女都一样 就是 你懂什么呀 生女儿多好啊 儿子啊 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女儿呢 能把女婿带回家 对吧 王晋 看来 只有我自己这么想啊 买一束花再买一份中年 女人喜欢的礼物 对吗 没错 小王 下班之前务必给我送到 好的 没问题 谢谢啊 哥 还是你想的周到 礼物都准备好了 因为我还是很期待的 叔叔这些年也很不容易 礼物呢 可以缓解一下气氛 毕竟大家没有见过面嘛 是吧 到时候 少得尴尬了 哎 我就特别的好奇 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 能让爸改变心意 我觉得他肯定特别的任性 不行 我相信叔叔 叔叔的眼光还是很独到的 反正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什么不对劲啊 你就是没长大 死抓着叔叔的手 你就是不撒手 这样不行 海波 咱们做人儿女啊 得要为老人着想 叔叔这么一把年纪了 马上就要进入老年了 他需要找一个老妈 懂吗 我们作为年轻人 作为他的子女 我们要支持他 不能拖他的后腿 是吧 不能给他任何压力 懂吗 我们要爱他们 要爱这个阿姨 明白我的意思吗 哥 我太佩服你了 总结得非常深入 做人不能这么自私 对不对 你不是也要介绍你那位 谁更不认识吗 我那位 忘提了 最近进展的不是特别的顺利 我努努力吧 到时候看看能不能跟叔叔一起结婚 你要结婚 废话 我老大不小我不结婚 叔叔都结了我不结 你也快点啊 好 妞妞很想你 我能带着妞妞一起去看你吗 真漂亮 妞妞 快下来 别把小姨累了 咋了 走 我们去吃好吃的啊 走了 给姐姨坐后面 有倩倩 倩倩 怎么一惊一惨的 这是从叶静怡家里拿来的证据吧 怎么还留着呢 赶紧处理掉 知道了 以后啊 别一惊一惨的 这样对孩子不好 放心吧 以后不会了 这件事吧 就没了 但是你不要怕 然后你不吃了 你不吃了 就不要了 肥皂 竹子 你不吃了 你不吃了 你不吃了